欢迎回来焦点 再过几个星期就是学校假期 往年不少国人度假旅游的必到之处 相信包括香港 说到香港是不是开始想念那里的大排档美食了呢 今年5月起 香港每天的新增冠病确诊率都维持在低水平 大多时候是个位数 疫情可以说是基本保持稳定 这样的情况放到全球其他的地方 可能早就放宽旅游限制了 但是香港特区政府最近反而宣布要收紧防疫措施 这是为什么呢 上个星期二十月二十六号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接下来将取消 从海外或中国大陆进入香港的莫免检疫安排 在新措施下 只有紧急和必要的人员 如卡车司机才能免检疫往返两地 林郑月娥解释 这是为了让中国中央政府更有信心对香港开放边境 早日实现两地通关 我们被困在一种疗疗的疗疗 因为为了解决准备的旅游离 我们必须保持决定 我们必须保持决定 7-day plus 7-day quarantine. 今年9月开始,港府允许来自中国广东省和澳门的居民通过一项来港义计划入境香港。 在计划下,民众只要符合条件,可以免隔离入境香港。 可是,中国大陆对从香港入境的旅客就相对严格,还是必须遵守两到三个星期不等的隔离观察期。 因为Delta读注它的传播力非常的强,我们过去有很多我们认为是很有效的防护措施,但是目前看起来对Delta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它必须要尽量地减少这个速度病例。 那么这个速度病例控制主要还是在隔离,香港的医疗管理能力都很强。 从大陆到香港,主要是香港这边能够承受速度病例,或者在低水平能够承受速度病例。 但是反过来讲,那会大陆的,它一个病例都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根据建制派非牟利团体,清延香港近期针对1300多位市民做的调查发现, 大约96%的受访民众希望尽快和中国大陆恢复正常通关。 有九成的民众表示,两地没能通关对他们造成影响,包括无法和中国大陆的亲人团聚。 有一派的观点因此认为,不论从民生或经济利益出发,和中国大陆重启通关至关重要。 中文言 香港的转型更有关的,关于市场所管理。 中国大陆的产业,重要是在香港的产业。 之前的疫情,中国大陆重启通关于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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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担开中国大陆重启通关于香港大陆重启通关于香港大陆重启通关于香港大陆重启的。 所以,在展開了准备的国内地主要是第一次担业的领导。 目前香港绝大部分的冠病病例都属于输入型 香港能保持低感染率 是因为长期采取严格的外防输入措施 和强硬的清零政策 不过香港跟随中央政府 病毒零容忍的方针 却让不少当地的外国企业担心 长此下去可能影响他们的业务 最近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 针对30位会员展开的调查显示 48%的会员因为旅行与检疫限制的不确定性 正在考虑将员工牵出香港 协会警告 港府采取的严格防疫措施 将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经济复苏和竞争力 呼吁当局考虑放宽边境管制 2022 and into 2023 that there is a reopening and that its ability to operate as a true hub returns. The air lengths, the relaxation of quarantin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like, the sorts of things that would permit Hong Kong to resume the types of very robust economic activity that we had up until early 2020. 香港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腹底 而在疫情中 香港经济维持稳定 跟中国大陆的支持密不可分 因此对港府来说 争取恢复跟中国大陆的免隔离通关 比恢复国际商贸往来来的重要 2021年 香港的经济是强调了 这一年是7% 所以在最终的年 香港会回到最初的疫情 中国金融经济调避称 以身分量的距离 香港产生主因 香港传维启 越来自出现 然后在开通压利率上 出现的标准的基金 香港是一名中国经济主席的主席 如果有一个大选择 例如香港决定开启 香港医生系统有的能力 与疫情绪的病毒 疫情绪的1,000、2,000、3,000 一天 有的能力够有的 避免和缩冻的病毒 这些问题你提出 有的能力和健康 有的能力和健康 这些一定是值得担心 香港整体的疫苗接种率 目前只有大约六成多 尤其年长者接种率偏低 有专家因此认为 香港目前没有条件和冠病共存